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大家自学 这四幅图是正常的大体形态 这里是子宫及双腹间 我们看到子宫的底部 这是底部,它是人道离形的 这里是宫颈的部分 我们看到了阴道的长端 这里是腹间 左右腹间 腹间包括了卵巢及苏蓝管 这我们看到的是子宫的背面 那么这里看到的是子宫的一个剖面图 这里看到宫颈阴道的长端 这是一个模式图 这是颈管 这里是弓枪 里面有内膜称幅 肌壁,内膜很光滑 正常的时候 这是看的正面的一个剖面图 而它的卵巢是后上方向 腹间的部分 这是剖面 这里看这幅图的话 我们试试看一下 子宫及双腹间和盆墙占气的毗灵关系 这里看到是宫颈阴道 宫颈阴道 前方是旁观 后方是直肠 那么如果在子宫发生疾病的时候 它可以累积到周围的脏气 累积到旁观 累积到直肠 这里看到是乳腺的大体模式图 全大体模式图 生殖系统和乳腺 都可以发生各种各样的疾病 是女性的肠经病和多发病 那么我们看到有很多的病人 他常常是以这个阴道流血 或者乳腺肿块来就诊 乳腺肿块可以看外科和乳腺科 而阴道流血 常常以这个原因来看复刻的病例是很多的 常常以这个为主数 那么什么原因可以引起阴道的不规则流血呢 是有些什么样的疾病 是炎症还是肿瘤 还是内分泌紊乱 如果是肿瘤的话 是良性的肿瘤呢 还是恶性的肿瘤 那么这个肿断的紧确性 直接关系到临床治疗方案的制定 以及估计病人的预后 以及病 那么复刻常常是以这些病来就诊的 复刻的疾病临床的表现是很相似的 很相似的 不规则阴道流血 不规则阴道流血 所以它的诊断 对病理的依赖性是很大的 我们增和医院的常规外检症 一半以上的病例是来源于复刻 是来源于复刻 那么复刻它有炎症 有肿瘤 还有内风秘 紊乱引起的疾病 以及与和认存相关的疾病 我们通过四个学生的学习 了解一些常境疾病的特点 为以后的临床学习 打下基础 那么这里子宫卵巢 在子宫的宫颈 宫体 以及卵巢 都可以发生各种各样的疾病 可以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常见疾病呢 这是我们四个学师需要学习的内容 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子宫颈疾病 包括了慢性子宫颈炎 子宫颈扇皮内流变 和子宫颈癌 这是宫颈这一部分 第二部分子宫体疾病 子宫内膜异味症 子宫内膜增胜症 子宫内膜癌 子宫平滑肌瘤 这是第二部分要学习的内容 第三部分 是质养成细胞疾病 包括了葡萄胎 清晰性葡萄胎 和绒毛膜癌 是我们要去学习的 那么胎盘部位 质养细胞肿瘤 这个是少见的 我们就不在这里学习 大家有兴趣的自己去看一看 第四部分 是卵巢肿瘤 第一是僵性的肿瘤 黏性的肿瘤 和其他瘤 这是常见的疾病 我们需要学习 第五部分呢 就是乳腺疾病 乳腺的纤维 乳腺疾病 乳腺 纤维腺瘤 乳腺癌 首先我们学习 宫颈的疾病 学习一个很常见的疾病 很多发的疾病 慢性子宫颈炎 那么什么样的人 可以发生慢性子宫颈炎 育龄型的妇女 都或轻或症的 会有慢性子宫颈炎 它发生的原因 不外乎就是感染 有细菌感染 病毒感染 医人体感染 尊菌感染 都可以引起 宫颈的慢性炎症的发生 除了这些以外 还有了一些诱因 分娩的时候 或者流产的时候 手术的时候 引起了这个 神伤 可以作为诱因 引起慢性宫颈炎的发生 慢性宫颈炎是一个慢性的炎症 在我们的肉眼观察的话 它就会表现炎症的一般特点 联膜的充血 肿脏 可以表现 根据它的临床和病例的不同 表现为弥腊 拉布特郎肿 以及宫颈的息肉 这都是原性的表现 都是原性的表现 这是临床妇科检查的时候 很常见的一些病变 那么我们这里看一下图 这是一个正常的宫颈 很光滑 正常的宫颈 宫颈光滑的 那么这里看到了 红的 弥腊 可力状的 这是一个弥腊的表现 宫颈炎的 肉眼形态的表现 而镜像 我们可以看到 一些什么样的改变了慢性炎 炎症的时候 就会有慢性炎细胞的筋晕 淋巴细胞 僵细胞 你像这里是 简直的炎细胞的筋晕 表现为血管的扩张 充血 同时炎症的刺激 长期的刺激的时候 可以表现为 真身的改变 扇皮真身 也会出现了 一种化身 那么化身是一种成熟的细胞 被另一种成熟细胞 所取代的过程 而我们这里看到的化身呢 就是聚状扇皮 粘液的 宫颈的粘液 柱状扇皮 被磷状扇皮所取代了 这是子宫颈的零化 子宫颈很常见 很常见 如果长期的炎症刺激 可以出现 非典型真身 扇皮的非典型真身 也可以出现 狼肿 粘性脂肪 在这个镜下 我们都可以看到 这里表现的呢 就是炎症的时候 引起的 拉布特狼肿 拉布特狼肿 这是一个狼肿 那么炎症刺激 是尽管的 子宫颈腺腺体的 上皮 发生真身化身 使它的腺体开口 排不出这些蜂蜜物 那么引起了这个蜂蜜的取流 这里是炎性的席肉 炎性席肉 那么可以表现 粘膜上皮 腺体 剑脂的真身 形成一个带地的 席肉状物 肉眼看了 就灰白光滑的 凌川这个也是 常常见到的 这妇科普查的时候 经常可以见到 它如果表面有 弥烂的时候 也可以表现 阴道的流血 所以很多原因 流血 不是说一流血 就是肿瘤了 那么炎症的时候 它也可以表现出来 炎性席肉 那么慢性炎会有些什么症状 有相当一部分人 他没有症状 有相当一部分 没有症状 有比较重的病人的话 他可以表现 北戴的症多 年约状的 和如果是患性感染的话 浓性的北戴 他有的人比较重的时候 可以表现 下腹部的疼痛 腰底部的疼痛 这是慢性的供给炎 我们说慢性炎症发生 或者说有病毒感染 或者高危险的 这个HPV感染的时候 他病人的发生 扇皮的非典型增生 就是我们这一部分 要了解的就是 宫颈扇皮内流变 和子宫颈癌 这是我们要掌握的 一个重点的内容 重点的内容 那么宫颈扇皮的流变 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个诊断的 常常用的诊断名称 那么过去我们常常是 用了子宫颈扇皮 非典型增生 那么子宫颈扇皮 临状扇皮 部分被不同程度的 异性细胞所取代了 就形成了非典型增生 它分为了 清正度 也是一级二级三级 一级二级三级 如果临状扇皮 被异性尊生的细胞完全的 子宫颈的临状扇皮 被异性的细胞完全取代的时候 或者整个扇皮癌变 但是没有突破扇皮的基底膜 那么还是一个 就是一个原胃癌 这就是原胃癌的概念 如果原胃癌的癌细胞 如果原胃癌细胞 生过从这个表面 圆着基底膜 通过这个腺体的开口 累积到下面 箭子里面的部分腺体 和全部腺体的时候 但是没有突破腺体基底膜 那么这个时候 就叫原胃癌累积腺体 原胃癌累积腺体 那么过去 不典型真身 轻轻重度 特别是 重度不典型真身 和原胃癌 在 形态上 鉴别的时候 有一定的困难 有很多的教授 可能发 是不重度 不典型真身 有些教授可能发 是原胃癌 有的时候 就鉴别困难 那么这两者 在生物学行为上 都相似 所以目前 我们用了一个 大家都很愿意接受的 诊断名称 病理科医生 很愿意接受 妇科医生 也能接受的 一个病理名称 就是 子宫颈扇皮类流变 那么什么是 子宫颈扇皮类流变呢? 子宫颈扇皮 非典型真身 自原胃癌一系列 癌症病病的 连续过程 等成为 子宫颈扇皮类流变 那么就是 平时诊断的名称 简书写 就是CIM 它的分级 是根据 非典型真身的程度 以及换为 去分区分的 它也分为了 一级 二级 三级 宫颈扇皮类流变 的一级 就相对应的是 非典型真身的一级 宫颈扇皮类流变的 二级 对应的是 非典型真身的二级 而 宫颈扇皮类流变的 三级 它对应的就是 重度不典型真身 和原胃癌 所以 CIM三级 就包括了 重度不典型真身 和原胃癌 我们不做 这方面区分 就直接包括这里面了 那么 临床 它因为接受 这个诊断名称 我们病理科医生 更加喜欢 因为这样的 就我们很难见面的时候 这个时候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它的生物学 许脉和治疗 是相似的 而 肯定扇皮类流变的一级 我们现在又称为它 就是 有的又证断为了 低级别的扇皮类流变 有的是 所谓低级别的扇皮类流变 二三级肯定扇皮类流变 是高级别 肯定扇皮类流变 所以 你看到诊断名称写到 高级别的时候 肯定是二级 或者三级了 那么这个 不属于癌症病变 一级 可以不做处理 而 临床上 如果是二级到三级 高级别的是属于癌症病变 所以临床必须做手术治疗 必须做治疗 这是临床上的处理不一样 那么它的这个发展也有不一样的 这里我们看到一张图片的话 这是一个临床扇皮的 正常的临床扇皮 非角化性的扇皮 肯定的临床扇皮是非角化性的扇皮 这边是基底部 那么从基底部 像表面的逐渐的成熟 逐渐的成熟 我们看看正常的就知道 异床的什么样 那么这里看到也是 这里看到正常的临床扇皮 包浆里面 其成的细胞 包浆里面含糖原比较多 含糖原它跟点作用的时候 它就变颜色 很成熟的临床扇皮 含糖原比较多 所以临床上做一个检查 点试念 做阴道头一个点 看看它有没有变颜色 那么变颜色 含糖原比较多的话 就可以变蓝 那就是正常 如果不变颜色呢 那么就是这个区域呢 可能就有问题 有异常 这是作为临床 可以做检查的 我们这里看到的图的话呢 这一部分是相对来说比较正常的 领床扇皮 而这里呢 有异形增生了 异形增生了 棍颈扇皮类流边 包括了一级二级三级 我们分别看看图 这是一级 就是轻度非典型增生 异形细胞局限于扇皮层的下三分之一区 如果把临床扇皮分为三等分的话 它就下三分之一区 出现了异形的细胞 这是轻度的非典型增生 也是释燃一级 那么这一章是释燃二级 尊度的非典型增生 增度非典型 那么异形细胞 占扇皮层的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范围 异形性呢 就比一级了比较明显 细胞的异形性 这是二级 这是虽然三级 虽然三级 就包括了浸度和原位 浸度非典型增生和原位 那么异形细胞超过上半分之二 就为浸度非典型增生 达到全程为原位癌 虽然说是这么说 但是实际判断的时候就相当困难 所以它就包在一起 不去区分 浸度不典型增生 就封 就诊断在这个CN3G一起了 三张 切片对照一看就很清楚 这样一级二级三级 它有程度的不同 它有范围的不同 而这张切片的话 我们看到的是 人状上面全身的异形细胞 那么就是原位癌了 原位癌也是三级了 实际三级了 而这里看到了 有正常的工颈线体 这里部分被异形的细胞所取代 异形细胞所取代 但是异形细胞没有突破 突破线体的基底膜 那么这是三三级累积线体 部分的累积 而这里看不到正常的线体了 看到一团完整的很整齐的细胞在这里 没有突破基底膜 是累积了全部的线体 三级累积线体 这两个都是累积了线体 一个部分的累积 一个是全部的线体累积 那么工颈的扇皮 成一个正常的扇皮 可以发生在炎症次级下 或者是有感染病毒 HPV的感染的时候 是出现不典型增生 出现不典型增生 这是一个模式图 这里出现了不典型增生 出现了原胃癌 原胃癌突破基底膜 这下面是基底膜 突破基底膜 进入到下面的健脂 这是进入性癌了 进入性癌了 那么它是有一个 增生到逐渐发展的一个过程 发展过程 那么CIN 是不是都可以 向这个肌炎方向发展呢 这是大家都关心的问题 也就是它的转规 它的发展和转规 工颈三皮的流变 在一级的时候 大于百分之 虽然一级大于百分之五十左右呢 它可以自行的消退 或者有一部分的话呢 停止在这个一级的位置 只有一少部分的 只有少部分的 有大于百分之二十的呢 大于十年 经过十年的漫长的过程呢 它可以逐渐的发展到二级三级 只有大于百分之二的样子 可以发展为经营性癌 所以发展也是慢 发展的这个经营癌的几率很低 它不是一个癌症病病 可以不处理 这是对于没有处理的病例 当然有些人他做了手术 肯定是没问题了 做了手术 而这个三级 生三级 它可以慢慢向二级一级 这个方向走 有部分的呢 也可以在三级的位置 停止不前 在这个位置 但是有大约百分之二十的病例 在十年以内 十年以内 那也可能一两年 三五年 是吧 也可能就接近十年 那么它可以呢 像这个境下来发展 所以像这个方向的发展 还是蛮多的 所以它是属于癌症病病 二级三级 是需要做利破刀 切除的 这是三级 但是你做完手术以后 有的人他还不清楚 他说我做完手术 它还会发展静元吗 手术就做了 所以成型再也开始一个 治安又出现了 是吧 手术做了就肯定是完全治愈了 特别合并有HPV感染 人类鲁头状牛病毒 十六型 十八型 三十一 三十三型 这高纬型的感染的时候 那么它更容易发生 这个众多的病例 任何癌的发生 肱颈扇皮的流病发生的位置 常常耗发的部位在什么位置 这是肱颈的 这是一个切片 巨钻扇皮 这里呢 外口的部分呢 是零钻扇皮 肱颈管的部分呢 是巨钻扇皮 那么零钻扇皮 和柱钻扇皮交界的位置呢 就是零钻扇皮 柱钻扇皮 交界带 S,C,G,D 那么这里呢 是常常呢 不点形增生 先云有发生的位置 云有发生的位置 这里 这个位置 凝聚交界的位置 它是可以变化的 移动的 它在 这是移形带 就出现一个移形带 凝聚交界 常常在外口的位置 这是小孩 小孩的话 它在这个 凝聚交界 在外口的位置 这是绿颜色的 巨钻扇皮 黄色的是 凝聚扇皮 而在年轻人 或者 集数水平很高的人的话 和怀孕的人 那么它的这个 巨钻扇皮可以移位 向下移位 它移动了 凝聚交界的位置 换了位置 而如果年龄大了以后 集数水平低的时候 那么它的这个 巨钻扇皮也到 又到了这个 凝聚的交界 又到了内外口的位置 又到了 宫颈的外口位置 所以这里有个移形带 那么在这个区域 就是 容易发生 宫颈扇皮的流变的区域 所以 在 门诊做 脱罗细胞检测的时候 它常常取样 取细胞的时候 应该刮的地方呢 就是 凝聚交界的位置 取样 也就是这个 移形带的位置 从这里取细胞 做脱罗细胞检测 那么做防癌的检测 那么在这个地方 就意义大一些 常常在这里发生 宫颈扇皮内的流变 它的临床上 会有些什么表现呢 有的说 我要看看我这个 有没有这个病变 我有没有什么症状 临床表现上 它和慢性炎差不多 可以没什么症状 也可以就是百代增多 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表现 那么常常是怎么发现呢 防癌普查 防癌普查 或者有些人 警惕性比较高 经常去妇科检查 去发现 去发现 那么从它的形态上 外观上 观察可能也就是一个慢性炎的表现 如果他做点试念 妇科医生常常头上点 看看它有没有颜色变 没有变颜色 说明这个地方有问题 是吧 头点上去点试念 如果变蓝色 说明这个地方 和唐原比较多扇皮 所以很成熟的表现 那么就是比较正常 还可以做醋酸实验 涂色醋白反应 如果放白也是有异常 所以应当进检查 看看血管的一些改变 临床上检查以后 只能发现这个地方有问题了 但问题的程度到底怎么样呢 必须做的呢 就是破检 火箭 那么他可以做取样火箭 所以门诊的火箭病例是很多的 佛科病例 诊断 如果火箭以后有CNN的变化 那就做手术 CNN的变化做手术 所以妨碍普塔是很重要的 而有一部分的人 他呢 没做早期的诊断之内 没有在CNN的时期发现 没有在这个时期发现 那么可以发展完很多年后 特别中多的 就发展了近义性癌 可以发生子宫颈癌 子宫颈癌 那么子宫颈癌的话 发病的情况 过去五六十年前 我们在中国的话 女性的病人 这个公颈癌是摆在第一位的 摆在第一位了 而目前的话 各个城乡都做了广泛的 这个妨碍普查的工作 很多人都做了这个妨碍检查 做脱落细胞 发现这个早期的病例 所以发现了公颈三皮瘤 瘤病的这个病例 然后做了治疗 所以公颈癌的发生力 就相对的所降低 而CNN的病变相对的增高的现象 而这里看到的一个图的话呢 是全球公颈癌发病例 每年每十万人 年龄标准化 发病例的这种情况 这是世界威士组织的一个图谱 我们就可以看看 它的丰富的情况 我们中国呢 大概是五点二十万人口的话 显得比较低 印度三十点七 显得比较高一些 这里是南非 比较高 五十二点一 北非 这是欧洲比较低的 北美洲也是比较低的 墨西哥的话 发病率是比较高的 这是巴西 阿文平 那么这里是澳大利亚 这是一个它的全球的一个 大致的一个发病的情况 了解一下 那么公颈癌的发生和什么有关 我们说癌的机制 到底什么原因引起的 这是全球在研究的问题 有很多的癌它有相应的相关的因素 那么在公颈癌的话 它的早分多长 以及性生活稳乱 这一部分 是很重要的关系 和公颈癌的发生 是有很重要的关系 还有公颈的省伤 脸伤 包皮够 这个都是和 这也是这种卫生的状态 都和公颈癌的发生有关系 有密切的关系 特别是 HPV的感染 那 以公颈癌的发生 更加重要 这是大家比较更认了 比较重要的 高维型的 HPV的话 有各种类型很多 高维型的和癌的发生 有密切的关系 而DV型的和大家知道的一个 监阅石油 一个性疾病 传播性的疾病 那个6型和11型的 和这个监石油有关系 而HPV16 18 31 33型 那么这是高维型的HPV感染 引起了公颈癌的发生 这里是一个图谱的世界范围内 对公颈癌的HPV类型的分布 这里全球 就是16型的 比较多 18型 而非洲也是16 18 亚洲 都是大部分的16型 比较多见 这是欧洲的 这是全球的一个分布 所以主要是16型 18型 还有其他的类型 每个地方不一样 那么HPV的16 18型的感染以后 它为什么会导致 公颈癌的发生 高分险亚型的HPV16型 和18型 它们的16和17的病毒癌基因 16是16 18是17的病毒癌基因 它可以和公颈扇皮细胞 基因整合 基因整合 可以编码出的一些蛋白的话 编码出的蛋白呢 它可以使P53基因和RB基因 失活 两个液癌基因 失活 同时 16 17的话 这个病毒癌基因 16可以散调断力酶 而17 这个癌基因 可以散调 细胞周期数 1 1 那么使这个工颈的扇皮的实控 增生 扇皮的实控增生 没有限制的增生了 所以可以导致癌的发生 这是你现在认为的 那么在德国的一个科学家 他就是因为发现了HPV感染以后 可以诱发肱颈癌 而活得了2008年的诺贝尔奖 诺贝尔奖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现 重要的发现 那么组织发生上 主要是凝聚交界的位置和离形带 它的这个磷状扇皮 有的呢 有些一部分呢 是发生的磷状扇皮 这是灵癌 对于灵癌说 它发生主要是这个位置 组织学的类型 公颈癌的包括了呢 灵癌绝大部分 80% 15%大概是腺癌 大约15%的样 还有一些类型 神经内肺面癌等等 但是最常见的是灵癌 所以我们呢 就学习公颈的灵癌 脂肱颈 灵癌细胞癌 那么 CN3G突破基底膜 这个灵癌细胞癌 长的是CN3G发展来的 突破基底膜 它向下见子经营 但有个过程 它有早期的经营和晚期的经营 那么什么是早期的经营呢 或者微小经营性灵癌细胞癌的肱颈 那么这个呢 早期经营和晚期经营的判断 和临床癌后完全不一样 临床的治疗方法的选择也有不一样 也有不一样的 那么 微小经营性灵癌细胞癌 是少数的肿瘤细胞突破基底膜 并经营到基底膜下方的间值 它经营的深度不超过基底膜下五个毫米 一定在这个范围 一定在深度不会超过五个毫米 那么也有的人说宽度 也有的人要看一看宽度 不超过七个五个 七个毫米的 这个是深度 一个是深度 一个是宽度 两个 书上呢 谈到这个深度 所以我们就讲一讲深度 这里看到的呢 就是 癌的话 成生牙一样的 突破了基底膜像间值的经营 这是很早期的经营 这个肯定没有达到五个毫米的 这是早期经营 那么 不典型真身 原位癌 可以突破基底膜 发展为经营性癌 早期经营 然后再逐进晚期经营 你不治疗 它就往下再继续经营 那预后就不好了 预后就不好了 所以我们只有发现 早期发现 早期治疗 预后相当好 预后相当好 如果你 没早期去检查 没有发现 那没有治疗 到了晚期 这个癌的话 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它的这个 临床的预后 就完全不一样了 治疗的方法更加也不一样 方位就 治疗的范围更大 那么 如果 到了晚期经营 它的癌细胞 突破了基底膜 到了什么样的深度呢 那么癌组织突破基底膜 明显 经营静止 经营的量也多了 经营深度 超过了基底膜下 五个毫米 超过了五个毫米 这是晚期的经营了 那么经营性癌 功能的经营性癌 它的肉眼形态 有些什么样的表现 肉眼形态 肉眼观察 表现为 迷乱型 菜花型 和经营型 以及 溃养型 我们这个图 也看到了一个 不是刚才我们看到 前面有正常的供颈组织 完全不一样了 这里似乎图 我们就看看这四种类型 这四种类型 那么这是迷乱型 红色的 颗粒状的 粗子引 接触性 出血 病人可以表现接触性 出血 出血了 那么这一常是原味 和早期经营 来的这种表现 早期经营 它有可能像一个炎症一样的 那么这个看到了 宫颈的呢 菜花状的 总块 灰白色的 这里是溃阳型的 溃阳型的 而这里看到了 我们这是一泼面 这是弓体弓腔的位置 像 总块在这个万生物走 那么它跟紧的 去的话呢 就表面可能 只有一些回答样 会病变不明显 那么这一种类型 像里面经营的类型 是容易漏症的 临床上比较容易漏症 它活颈的时候 可能一下次夹不到 可能夹二次三次 都有可能 所以这个容易漏症 它向里面经营 这是经营型的 经营型的 肉眼形态 表现为四种类型 而静下的话 表现的那就是 分类有 组织类型 包括了 狡化性领埃 非狡化性领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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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共有了大细胞领埃 非狡化性 非狡化性 小细胞领埃 那么这个是 世界卫生组织 分类是这样分 我们常常 临床工作之内 有的时候 诊断就是 高峰化领埃 中峰化领埃 低峰领埃 去诊断了 公颈癌 最常见的领埃 是中峰化领埃 所以你报告看到的 常常都是 中峰化领埃的报道 报告 那么前面 我们已经学过肿瘤了 就知道领埃的 高峰化领埃 是什么样的形态 那么这是 高峰化领埃 有狡化猪的形成 而这个是 中峰化领埃 没有明显的狡化猪了 还有些气泡类狡化 而这个是 低峰化领埃 就没看到什么狡化了 这三种 那么高中低峰化领埃 公领除了领埃以外 最多见的是领埃 当然还有腺癌 百分之八是领埃 有百分之十几的 十五的 那样的腺癌 那么腺癌的话 它的发生的话 和领埃 不完全一样 不是 它是腺上皮发生的 是吧 腺上皮发生的 肉眼观察都差不多 四种类型都可以看到 四种类型 肉眼观察 而镜像呢 它的观察也可以分为 高中低分化腺癌 高中低分化腺癌 这是腺癌的部分 腺癌的话呢 比领埃抑后差一些 比领埃抑后差 它对放疗 化疗都不是很敏感 主要靠手术治疗 那么癌发生以后 我们说癌可以扩散 可以转移 可以扩散可以转移 那么癌的扩散 在宫颈癌的扩散的话 它像我们这里看到 一个宫颈 总块在这里 它可以向上 向下扩散 向上的话 宫体累积到子宫体 向下 累积到阴道部分 那么它可以向两边 彭壁累积 公盘组织累积和彭壁累积 那么向前的话呢 它可以累积到旁观 可以累积到直肠 像两边是公盘的组织 如果累积到彭壁的话呢 那整个就是这个 盆墙站起固定 有形容它一个冰凳的骨盆 冰凳的骨盆 这就是向周围的累积扩散 那么它可以累积周围的站起 我们这里看到像 一般来说 向宫体的累积还是比较少见 但是这个标本是向宫体 累积了 宫颈在最后 这里是 硬道场 硬道的部分 向前面累积旁观 向前面累积旁观 除了向周围扩散以外 向周围扩散以外 它可以转移 可以到淋巴道转移和血道转移 很常见的是淋巴道转移 最常见的是淋巴道转移 所以我们手术的时候 必须做完 供颈癌的话 往前来 子宫酸腹腱 以及盆墙淋巴结的清扫 这是必须做的 盆墙淋巴结 这是卡内卡外 以及底 淋巴结 碧肯淋巴结 卡种淋巴结 都要做清扫 供颈在这里 所以常常需要清扫淋巴结 这是必须做的 除了淋巴道转移以外 当然晚期 任何癌都可以转移 血道的转移 可以到肺 到股 到肝脏 都可以去的 都可以转移 那么临床上的表现会有什么呢? 肛颈癌 在临床上的表现 那么临床上表现和它的临床分期有关系 临床分期 临床分可以分0到4期 0到4期 0期是原位 原位 那么一期 一期的话呢 是局限于宫颈的位置 局限在宫颈 那么一期当然还可以分的更细 更细可以 1A 1B 它可以侵犯的这个深度 可以分不一样 二期的话呢 那么就是不在宫颈的范围了 超出了宫颈的范围 那么它到了宫盘组织 但是没有到了彭比 可以到了阴道 累积到阴道 但是没有累积到 阴道下三分之一 阴道下三分之一 而明川的三期 明川的三期 它就可以累积到 彭比 到了 阴道的下三分之一了 而四期 就超过了这个中骨盆的范围 可以累积到直肠 累积到旁观 所以这个分期完全不一样 那么它的临床上的表现 会不一样 然后它的这个治疗的选择上 也是不一样的 治疗的方案 制定上也是不一样的 如果在临床的一期 零期和一期 可以没有症状 可以就是百代症多 或者有点断血 而到二期 三期 四期的时候 就可以出现阴道的流血 所以病人可能以阴道流血来看病 可以出现阴道的排验 也可以出现疼痛 到了后期 阴道的流血表现为 可以不规则的出血 所以可能是不规则出血 来找复科医生看病了 也可能有人说 有结束性出血 同方的出血 那也可能出现了这种 也可以大血管的破坏 破裂的话 出现大出血 所以出现的整个是流血的 所以不规则阴道流血 找复科医生看病的时候 要想到了 有没有更加癌的可能 也可以出现阴道的排液 有的阴道排液 有坏死 我们坏死有脱落 可以表现恶性臭的百代 很臭 一个者到诊师 也可能了 整个房间对晚期过去的病人 有这种现象 也可以累积彭壁的 彭腔的神经 疼痛 这是 这些临床上的表现 那么治疗的原则 治疗上一般就是 能手术的 就做手术 根治手术 在2A期以前 可以做根治手术 可以做手术 是吧 那么在3期到后期 2B以后 只能做发疗和发疗 只能做这两个手术了 那么第一个学识的课 我们就讲到这里 那么下一个学识课 我们就会学习 宫体的疾病 以及葡萄胎 下课